- 天啊 洛基影集的結局讓12邊後退好幾步 看看這時候的湯姆希德斯頓從小聲一直演到大叔 14年的洛基生涯 我們如果要看一位演員的演技怎樣脫胎換骨 湯姆希德斯頓一定是個例子 悄悄當年他試鏡所有的這個角色 他吼聲應該連他自己都嚇到了 - 引擊洛基兩季一共12集 過程中劇情起起伏伏 撐到最後一集時太驚人了 漫威竟然端出如此完整的劇本 一個從反派發跡的英雄人物 那我們順一下混亂的時間軸 瞭解大事件發生的經過 還有哪些小細節正反映著漫威和洛基的過去呢 端詳這些小細節也許敲碗不夠大力 洛基要向漫威影迷說的正式再見這兩個字 第一點故事從很久很久以前說起 在TBA還沒誕生之前 多重宇宙爆發了一場大規模的時間線大戰 一場由變異體的征服者康索領導的時間線大戰 這場戰爭為多重宇宙帶來的混亂和浩劫 幾乎摧毀了所有的一切 流存者最終雖然獲得了勝利 看到他自己的變異體給宇宙帶來的破壞 流存者試圖找到一種方法 來確保時間線的戰爭永遠不會發生 所以TVA在劉存者受傷誕生了 一個負責監督多重宇宙的機構 劉存者選擇地球616作為主宇宙 這條時間流稱之為神聖時間線 其他產生的時間分支由TVA負責修剪乾淨 這麼龐大的足資需要的當然是人 眼前看到這記憶被磨出的一群人被綁架到TVA工作 這個機構也設計了分中小姐這種人工智慧 代替劉存者解說TVA的任務 第二點 先來到復仇者聯盟終局之戰中 TVA特許讓時間回到從前 讓復仇者消滅了彈指的薩諾斯 貌似完美的終局之戰有一個小錯誤 一個時間的分支不小心成形 洛基在紐約戰敗後帶著時間寶石逃脫 TVA立刻抓到正在分支中的洛基 莫比夫斯看到洛基成為時間探員的潛力 讓洛基成為TVA的一員 第一個任務就是逮捕自己 額 應該說另一個自己 關鍵的人物希薇出現 是個女版又盜版的洛基 TVA的修剪任務立刻行動 不過希薇不但逃離TVA 還偷走TVA的時空旅行法寶 從此躲進多重宇宙 有趣的是洛基是關於愛情的影集 洛基和希薇愛上了對方 愛上了自己 A0兩位的存在成為TVA最頭痛的兩個人物 他們一起穿越到時間的鏡頭 遇到的是主線的創辦人劉存者 這是小分支和大主線兩大陣營的決鬥 劉存者以微笑抵抗 希薇賞了一刀給劉存者 神聖時間線從此潰散 無盡的時間分支出現 第三點 緊接著跳一下來到洛基第二季的最後一集 漫威總是會改變一下開場 首先這一集的開場和北京音樂很不一樣 先出現金黃色的漫威logo 從logo裡面開始出現畫面 先出現MCU的人物再展開到漫畫 和正常的MCU開場畫面完全相反 正常版本的開場是從漫畫進展到MCU角色 呼應了這最後一集是洛基在時間軸上 以逆流時間的方式找尋著方法 第四點 失去了劉存者 失去了創辦人 也又失去了神聖時間線 意味著即將失去TVA 洛基一群人找來了劉存者的變異體 維多泰姆莉 希望用劉存者的類似版本修好TVA的引擎 洛基不斷的來回在這個時間點 試圖用每次改變一點點讓維多泰姆莉成功 洛基的口白越來越順暢 動作也越來越濕滑 人生果然是需要多重啟幾次 整個結果看起來似乎很真相 但這背景音樂出現的是貝多芬第五號交響曲 出現傳說中的命運交響曲 而且是華特莫非改變的動感版本 這背景音樂一經一言的結果 一切都是命運啊 第五點 話說怎麼可以輕易向命運低頭 這招不行還有另一招 洛基來到流存者的面前 Walk around行不通 洛基直接面對問題的路口 從電梯裡面流存者吃著蘋果 到西維一刀刺向流存者 重複了都是洛基第一季的場景片段 洛基和流存者的對話中 流存者一臉無奈用著同情的表情對著洛基說 其實只有兩條路 一條路是當西維殺了我流存者 解開神聖時間線的控制 另一條路是你接替我流存者成為TVA的新領導人 當然一定會有人說殺了西維不就解決了 都說洛基是愛的你死我活的印記 值得注意這時候的流存者持續說著一個詞 暗示著征服者康的編譯體正在醞釀著出現 第六點 洛基啊 蛇你其誰TVA的領導人之路已經幫你鋪好了 呃讓我們停一下 我們都忘記這個人 應該說我們都忘記這個神 在洛基影集之前還是個引發大戰的反派邪神 要忽然變成好神是需要一個轉折點 還有什麼比新領導師莫比烏斯這時候出現更剛好呢 刺激的洛基穿著球服帶著項圈 這個場景真是影集第一季的第一集 洛基剛被抓來TVA 莫比烏斯還沒那麼猶豫 他的這一席話是壓垮洛基的最後一根稻草 不管他說了什麼 洛基的眼角滿滿的淚光 也許你還記得那是2011年的雷神索爾 索爾一頭亂法用錘子砸回彩虹橋 這一錘也敲醒奧丁 索爾和洛基兩人一起跌落彩虹橋 奧丁一手拉住他們兄弟 這時候臉上連一點皺紋都沒有的洛基 說出驚天動地執迷不悟的對白 -我可以為你做了 -我可以為你做了 -我可以為我們 來到洛基最後一集 當他拉起時間線 成為所有時間線的大總管時 他的對白簡約但是關鍵 這12集已經解釋他的心路歷程 一切不需要多做解釋 唯一的對白成為這12集以來最感人肺腑的地方 -我可以為你所謂的神 -我需要為你 -為我們 -為我們 -跟洛基不太一樣 相似點是他頭上的腳慢慢長出來 臉上的盔甲不見了 注意看著頭盔上膠疊的紋路造型 是不是感覺似曾相似 讓我們來到留存者時間鏡頭的堡壘 從地板到牆上的花樣 這些紋路真是時間鏡頭的特有圖騰 暗示著洛基成為時間鏡頭堡壘的主人 第9點 讓我們回頭看看洛基的身世 戰鬥民主阿斯加人 那肌肉棒子又風趣的索爾 遠遠比洛基甚受歡迎 洛基成為永遠的牢二 他開始了一連串的嫉妒 喜歡魔法又愛引起事端的洛基 通常被稱謊言和惡作劇之神 在影集洛基的兩個季之後 我們必須要幫洛基拋出這個名號 他已經真正成為漫畫提到過的故事之神 之後MCU發展多重宇宙的故事 除了要問過凱文廢吉 還要問過故事之神洛基 他點頭才有故事的發展 第10點 洛基把時間線全部握在手裡 就像把那些樹的分子連在一起 最後真的產生一棵樹的形狀 這時候出現大樹 在現實世界的北歐神話 和MCU的阿斯加傳說中 世界之樹 用數字將9個領域連接在一起 跳一下來到2011年的雷神索爾 曾佛斯特喊起默默的看著索爾 當我們喊著 清下去 清下去時 索爾很難得的正進800 他手上畫的正是世界之樹 第11點 洛基在這個位置坐好後 TVA的一切看似恢復平靜 B15來到莫比乎斯的辦公桌前 詢問有人發現TVA的存在嗎? 莫比乎斯提到616附近有一些騷動 但已經被處理了 提到征服者康變異體 和地球616 指的正是蟻人與黃蜂女 量子狂樂 蟻人與黃蜂女 戰勝量子領域中康的變異體 第12點 不少人問洛基為什麼那麼不乾脆 早早認清事實把TVA康起來 不就都沒事了 我們要回到早一點的漫威 對比雷神索爾 洛基一直在努力的證明自己 只是方向老實錯誤 索爾還有一群復仇者聯盟的自信好友 洛基的好友可能只剩下 這個跟他一樣顏色的人 洛基一直是孤獨的人 而且比薩諾斯還要孤獨 最少薩諾斯還有幾個貼心的蝦皮下降 可以使喚可以商量 終於洛基不再孤獨 他有了TVA這些一起努力的人 有莫比乎斯如心靈導師 有歐比如技術致典 洛基甚至像美國隊長一樣 把這些人組合在一塊 幾乎可以用Family成就一番大事業 但就是這個結局 洛基再度孤獨的一個人 攬著所有的線條 犧牲自己一肩扛起這個孤獨 洛基的命運是不是一個無法挽回的悲劇 感謝你也喜歡不要說再見的洛基 按讚訂閱加分享 應激洛基的最後一集 看起來像是洛基這個人物的最後一集 你覺得呢?